12年級學生的混合英語表演 融入聖誕佳節歌曲 基隆十一會副議長楊秀玉 和市議員張耿輝也主動加入 學生們的表演一起同歡樂 歲末年中 聖誕佳節位在七谷區有瑞 全校各年級總共只有63位學生的 復興國校特別舉辦期末成果展 在校長和老師們協助下 各年級學生展現平日學習跳舞 詩詞以及台語英語和客家語 等各項教學的成果 包括市議員張耿輝曾宜方機動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以及機動市議會議長童子偉秘書楊文和和其他學校校長等人 也專程到場觀賞學生們的成果表演 也關心學校的各項軟硬體教育發展 讓校長家長會長以及學生自治市長都很歡迎及感謝 我想基礎建設好了之後 孩子在這邊讀書學習一定很開心 但是我們今年的學業成績 我們的零業學習成績也非常不錯 最新十月份出來的全市成績 我們幾乎是在金融四十所學校裡面的前段班 是不是給我們的孩子跟老師一點掌聲 好 跟這邊呢 我想呢 我們的家長跟學校一起努力 我們孩子的成功 參與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 95%就已經成功了 接下來 我們將繼續呢 夫妻國小的師生跟校長 繼續問孩子提供更優質友善的校園環境 也希望家長一起呢 跟我們融入這個大家庭 萬一各位有空 有需求 有活動 就可以到學校來跟我們一起好不好 好 其中市議員張耿輝更精心打扮成聖誕老公公 和孩子們互動 請孩子們猜猜看他是誰 猜中有獎 也現場發送糖果給孩子及家長們 而在所有學生當中 也有兩位外籍學生一起參加成果表演 相當搶眼 學生家長也踴躍到學校參加這場活動 並且用手機 開心地記錄孩子們的優異表現 全體師生也用成果展向外界展示 復興國小小而美 小而優的一面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現在會開始看到 這場活動 早你會看到 有空洞